12岁女孩遭绑架杀害案邻居和某绑架被刑拘 事发次日还去上班 经查犯罪嫌疑人宋某某 张某某认为受害人家中经济条件较好 遂和某绑架勒索钱财 上述涉案人员宋某某是被害女孩婷婷的邻居 多名村民告诉记者 事发后还曾看到宋某某在婷婷家门口和别人聊天 被警方带走前还前往村外的工厂上班 今日上午河北省仁秋市公安局通报称 8月8日6时许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某 张某某一举抓获 并缴获涉案赃款100万元 婷婷的二伯称 8日上午宋某某以及同居女子被警方带走时 手上戴着手铐 神情很镇定 当地村民曾向她描述 8月6日还看到宋某某在婷婷家门口的树下和人聊天 8月7日宋某某还在家门口逗留 据赵长亮和常理的工人透露 婷婷被绑走后的第二天 8月5日早上7点多 宋某某带着和她同居的女子来到常理上班 那天看不出来两人有什么异常